昨天有一艘货轮在爱尔兰的海域 疑似是因为强风而沉没 英国海防队立刻派了直升机和救生艇展开救援 而目前仍在皇家空军服役的英国威廉王子 他也担任了直升机的副驾驶前往救援 目前已经救起了两位俄罗斯级船员 深蓝色冒言下是两年前在海军服役时 企图有功的威廉王子 最近在空军服役的他这回又参与重要任务 就在27号这艘载有3000吨石灰的货轮 在爱尔兰海域沉没 有夜视镜画面中可以看出 一名船员紧抓着船只残骸 不停挥手求救 英国海防总队共派出四架直升机 两艘救生艇与商船 才好不容易成功救起两名船员 而身为空军上尉的威廉 正是其中一架直升机的副驾驶 这些衣服役的人在装着 当他们从水里脱出 他们完全充满 有自己的生命 人们已经有24分钟 但他们没有保护你 是一波波 目前八名二级船员 已经确定有一人罹难 其他五人下落不明 海岸警备队人员表示 疑似因为强风 船身失去重心 才会发生悲剧 中天新闻 吴文轩报导 散发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